从总统蔡英文手中接过奖杯 他是花莲慈愿护理部督导张姓林 在花莲常年投入护理工作 更为失智照顾付出新力 现在得到服务奉献奖的肯定 他还是关心长照的工作内容 那希望能够在未来 还在退休前这几年 能够把失智的照顾做得更深入 得到这个奖 我想是一个更重大的一个里程碑 怎么样把护理的专业 发挥得更淋漓尽致 像庄熟厅副院长这样投入的 还有颁奖现场一千多位护理师 在新竹服务的周玉英 获得服务奉献奖 他在兼实乡一待救世35年 曾开车三个小时 尽急帮产妇接生 而当年的婴儿现在已经30岁 更不时回来看他 这就是他愿意留在偏乡的原因 原住民不管是在经济生活 环境各方面 尤其是在医疗这个部分 我觉得很多人是必须要去协助的 那我觉得我有这份能力 可以去帮忙 我想说我可以尽我的力量 能够尽量留下来 尽我的力量留下来 这是他的心愿 要在偏远乡间继续守护当地民众的健康 大海新闻晨联安科兴志台北报道